61岁的傅秀花中风20年 初期还可以竹拐杖走动 后来恶化 不良于行 依靠丈夫打理一切 慈继之工2015年开始关怀 到了2019年 积极鼓励傅秀花尝试吃素 她虽然有吃餐餐 她那个香蕉什么 当作零食这样一直吃 她的糖尿过高 她一边身体就是红肿 红肿到她痛到晚上不能睡觉 我就看到她这样 我就跟她讲 我讲是不是你可以素食 你就不要尽量不要吃肉 什么这样多了 我煮一餐给你 我讲我拿来给你 林淑义亲自下厨 带了便当给傅秀花 结果素食者一加一 先生也开始改变饮食 傅秀花长红疹的皮肤痊愈之后 夫妇俩起了忏悔心 发愿不失 每天都会放一盐在她的饭格里面 我就是拿她的一盐来 放在这个竹筒里面 她讲我要向你忏悔 我和师姐种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我以前整天杀那些动物 还有我去整天去钓鱼 钓那个笔 什么拿来杀 是不是这个因缘果报 原来他们其实都是有一颗三行 他们都愿意付出 有可能当时他们不知道 从哪一个起点开始 然后就慢慢的开始 要懂得怎样去付出 疾病是果 饮食是因 志工是善缘 让傅秀花和先生 也了解自己是贫中之父 也培养有益身心的生活习惯 大爱新闻王哲卫 李佩新 马来西亚报道 得快 有免的 有免的